今天我想講講關於中共的孤立的形勢 就是它現在空前孤立 G20習近平就不去開了 實際上有幾個原因的 第一 人家不肯用紅地毯 國家元首級等於國事訪問 印度當然不小了 跟你根本在打仗的 實際上現在在中印邊界打什麼呢? 外面我就聽到書 我知道印度的人 非常嚴重 幸好美國在幫忙 美國的衛星在上面 所有共產黨 每一個小隊 或者每一群人都看到在上面 現在那些衛星的技術 已經每一個士兵都可以看到 它在美國拿這些情報提供給印度 所以印度現在暫時 印度就不敢侵略 我問一下印度人 我說這場仗你們怎麼樣? 他說我們根本就是軍力 跟中共是有距離的 中共一直都在 這麼多年在增加軍備嘛 它是共產國家、專政國家 它說要花多少錢就多少錢了 印度不是的 人家是民主國家 你要通過國會 要辯論人民是否支持 你要花錢花太多 人民下次不算就沒有了 所以兩個不是那一件事 但是印度因為得到美國的幫手 其實可以增加軍都在那裡 必須要活動 或者背心滿多錢了 或者本身要活動 就有可能欠揍 但那些人在香港 一定在香港 必須要死亡 你看看這個國家的情況 中國rama 一定在 Protest 建立我們 是否是防止 如果美國人物公共的 香港 這是很多人都在香港 越南也是要對付中共的 是吧? 跟越南升級 拿越南升級做一個 美國對它差不多是一個普通國家 升級才做 比如美國對越南可以對得跟韓國一樣 日本就未必去到 但起碼跟韓國一樣 那就很厲害了 以前美國準備在那裡 直接是 大家知道金蘭灣就很出名 那裡的基地 它直接搞的基地 讓你每一架中國的船經過 經過那裡去馬六甲 去那邊 中東那邊 全部它控制那裡 不只是馬六甲 它要控制越南 越南那段海很長的 所以這個又是一個圍堵中共的政策 現在這場上來了一個屍體的政策 現在是市場的政治主義 那邊的政策進行都是用你 所以我們要用他們的政策 所以這個政策的政策 其實在最大的政策 就是對於建立 政策的政治主義 他們要和科學主義 那些戰艦 中國在那裡搞了整個七個基地 在那些島礁上面 就起了七個基地 所以根本這裡就是非常之危險 那一路數上來 台灣 台灣大家都知道了 它現在什麼都威脅 又出賣無人機 以前是有人機 它現在因為國外賺人錢要多了 就賺無人機 所以台灣到了一定的程度要反抗 不可以讓它每次衝過那條線 就是台海的那條中間線 以前大家規矩矩矩 就以一條線為國街 但是現在它頻繁地進來挑戰 一路數上去 最近另外一件事我也提過 中國的前衛艇931前衛艇 就出了市 現在最終了解下來 就在黃海出了市 現在它一路當然隱瞞了 這件事出了 而且拿這個可能會合洩漏 這樣的責任推了給日本 說因為日本在放福島核電站的廢水 是它造成的 所以這些這樣的核潛艇下了去 很危險的 很難救的 因為裡面也有核燃料 他們說裡面二十多人全部死光了 然後裡面有核彈頭 現在可能在那裡救救這個秘密 它不可以讓人知道的 變成分分鐘是會洩漏的 一個大爆炸就洩漏了 所以它就先擺定局 說你日本排廢水 所以搞到這裡全部污染了 實際上它就是幫自己打了一支針 就是說有什麼事它那裡嚇爆炸 可以那個責任推給日本 這些很難證明的嘛 我們看不到的海底 所以這個問題 現在最終就開始流出來了 那些海員的 自取體裡面的海員的家人 為什麼去了這麼久都不回家的 那些海員最多數都是出幾個月 就回家一次嘛 那這次要拖著拖著 為什麼還不見到那些親戚 就是在那個餐廳裡工作的 看到那些海員回家 那些家裡的那些人 你知道家裡的人很緊張嘛 人命關天 就開始下來投訴 所以造成那件事 就開始明朗 開始明朗化 那麽再去到日本就是 韓國就是備戰那裡 最近兩架核潛艇 美國的兩架核潛艇 一起訪問 就是告訴中共 因為它這些核潛艇 奧哈奧級很厲害的 那些是最大的了 差不多最大了 可以全部它在那裡 可以射擊 比如中共有什麼導彈去射擊之外 它在那裡還可以 它可以先發制人的 那變成整個中國它都覆蓋了 很容易 幾分鐘 整個中國都覆蓋了 那這裡很嚴重 這裡你看到了 美國都不示弱 美國一直在做事 日本就不用說了 這次是G20 他們首相和李強在那裡 直接是公開做 日本到現在已經是不怕了 以前還是說要保護那些做生意的人 保護日僑 我看現在日僑都截到差不多了 離開中國 不留在那裡 我都認識別人的 在日本那些大商社裡面做的那些 都回來 不准你留在那裡 免得變成人質 這件事很嚴重 所以你看看那個形勢 差不多基本上就包圍了 沒有很難去的 很難去的 可是這件事是要不要跟Nanvastok 就是要有甚麼 那你們都去的 那關於JKD 就是要你面前的 大黃金之間 那它都是要新的 那句話 今天我們都把曼華爾斯特 不要去的 那幾出來 現在整個大黃金之間 現在這些是 但是整個別人在香港 以前一直都要去的 派一個很低級的人來的 連什麼連長委都不是 上一次你記得那個叫做什麼 律戰書 特別是習近平派他過去的 如果派習近平有空的話就用自己去 但是現在習近平怕死 怕死是其中一個原因 因為都在在比戰 就看不得了 出好很多很多時候 尤其是軍隊裡面複雜到不得了 最複雜的就是那個火箭軍 這樣換了人 代替不了的 沒有三年 五年是代替不了的 那個火箭軍是打頭陣的 出事根本就沒有辦法 完全沒有 人保不上 所有 所有軍頭全部都拉光了 所以習近平根本就沒有可能出過 現在只可以在中國很多個個部門 不要說經濟 經濟大家都清楚了 個個部門都不行了 最慘的就是經濟那方面 就是沒有得救 簡直是沒有得救 看到了 美國最出名的公司 BlackRock 是不是叫做暴雷 BlackRock 有兩間 一間Blackstone 兩間都像的 兩間都沒有東西看的 原本就是投資中國的 你看到這個問題 多方面 就是可以說天羅地網來對付它 我就看到差不多頂到今年年底 差不多那些敗相全部要露出來 加拿大那些軍艦 它一直在那裡 直接被它當面挑戰 加拿大現在都在那裡下決生活了 就是跟著美國走 到了一定的程度 那些美國 美國領導那些其他軍隊 遲早要反擊的 遲早有問題 那一反擊就引來差不多 可以這麼說 有可能引來第三次世界大戰 這個絕對是可能的 在哪裡開始呢? 就是在西太平洋 那這個世界大戰 過了很多更多的軍隊 這是在西太平洋 不要緊去太平洋 沒有許多軍隊奪 就是我會有些軍隊奪 那些軍隊奪 然後都是他們的軍隊奪 所以這些軍隊奪 一些軍隊奪 不得任何軍隊奪 所以大家看到軍隊奪 都不成功了 所以我們就只有軍隊奪 有軍隊奪 真是圍得很厲害 美國還滿意 還在加強 看到了 美國這次 在GISO 美國跟印度的關係有系升級 美國準備幫印度進去安理會 又幫了日本 現在看起來 美國的政策 我估計是拘捕了很多很多兄弟 那你怎麼樣呢 可以這麼說 趕中共和趕俄羅斯出去安理會 不是說出去聯合國 趕他們出去 這件事情如果那個所謂聯合國大會 如果通過的話 不是需要一定要 不是按理會或者 不用按理會 那個所謂否決權不起作用的 當你的大會 超過一半的人通過一個議題 就是說要給印度啊 給日本進去啊這樣說 或者趕中共和俄羅斯出來 因為為什麼 他們支持戰爭嘛 中共現在在公開支持俄羅斯 就侵略 侵略 就找那個歌星去那個所謂佔領那裡 DON BASS那裡去 直接去演唱 哇 這些高調的事情就麻煩了 直接去演奏 演唱 所以現在生氣到薩尼斯堅呢 就說 所有中國人 大陸人不准去烏克蘭 所有 就是擺明了 你在這裡 兩邊都在玩 實際就是絕對是幫了我 普京那邊的 你看看這個國際形勢 沒有一件事是對中共有利的 見見他都是自己在那裡 自己在那裡自作自受 可以這麼說 那些非洲國家就只是幫他拿錢了 於是無補的 伊朗呢 也是擺的 伊朗實在美國很容易搞定他而已 你只要讓他拿走那些感運 他就什麼都要 伊朗和中共不是天然的合作夥伴 所以那個關係很容易散的 那這次北朝鮮很棒 他先和普京見了面子 他由北朝鮮去那個海參威那裡 很容易 左火遮得到的 那他就先見了他 實際上這次北朝鮮就和俄羅斯定了個 遊戲規則 基本上他願意大量供應 常規的軍火給俄羅斯 但是俄羅斯要給他一定的獨立性 現在北朝鮮基本上靠在中共身上 如果他和俄羅斯接近的話 中共也不敢碰他了 俄羅斯說到最後都是那個老大哥 他說了算 那這次印度就做主人了 那這次主人主持這個支援社會議 那這次對穆地利說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一兩條大的利益 那他可以拿到印度的地位 在國際的地位提升 印度人呢 有時候為了利益 有時候不懂得歸邊 那這次看起來呢 因為他和中共 除了中印邊界之外 他們在商業上 你看到現在大的訂單 美國大訂單 全部轉到印度和越南 大陸那邊就很厲害 所有的人在大陸 原本在大陸做的那些全部轉到印度和越南 越南就是有限的 國家很小 印度就是無限的人力 無限的地方 所以大的項目都轉到印度 印度一向跟美國做生意做得很好 很多很多美國公司的軟件都拿到印度那邊 有他們來加工也好 承包也好 印度和美國的關係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以前印度所謂中立 實際上哪一件事對它有利 它就跟誰做生意 但是現在就不行了 現在美國基本上說我願意支持你 但是你要歸回自由世界那邊 所以印度的問題都很厲害 這次是好事來的 那中共就失去了 所以沒有一個 中國每天起碼不見一個盟友